去去去 李叔 我已经帮你把车倒好了 什么情况 吓我一跳啊 坐得好 你们今天怎么服务这么周到 还有金珍 你从来没有见过 怎样啊 你竟然送我出门啊 金珍 我真的好感动啊 好感动啊 我是关门打压了 那我也好暖心 我真的好暖心啊 金珍 你赶紧走吧 再见 金珍 求你了 大爷 你快走吧 大爷 好好好 我求你了 这么晚了 好好好 走走走 我走了 走走走 快快快快 走了走了走了 金珍 拜拜 拜拜 走了啊 金珍 拜拜 拜拜 快快快 雪 那现在怎么办啊 我 我觉得我们还是不能送他去医院 我们付不起那个医药费啊 这个车又没有上保险 那也不能把他放在这儿等死吧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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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送他去医院门口 送到医院门口有医生接手 就没咱们的事了 对 反正先把他送过去就对了啊 对对 对对 对 对对 对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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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hero 这是哪儿啊 你 有没有 哪里不舒服呀 比如说头晕 身体酸疼 头是有点疼 你们是谁呀 你不记得我了吗 你还记得刚刚发生了什么吗 不记得了 没什么 没什么 你一个人那么晚在观美渔村做什么呀 不知道 你叫什么名字 我也不知道我叫什么名字 你先待在这儿 我去给你弄件干净的衣服 穿石衣服会感冒的 对对对 我跟他们一起去帮你吵 你上去 小心小心 他是不是真的被我撞傻了 什么都想不起来 不会是失忆了吧 总之呢 我们撞他的事先不要提 他要是想不起来呢更好啊 那我们是不是应该先把他送去医院检查一下呢 他都已经醒了 我们怎么还偷偷把他送到医院门口 不能去 你手上的那个戒指很奇怪啊 怎么奇怪 我好像在哪里见到过 但又想不起来了 这个戒指是我的 跟你 跟你没关系 你这只手表哪来的 看起来很值钱啊 不知道 这是两百多万的百大斐力 多少 你没听错 两百多万 他这肯定是假的 你看他像带两百多万手表的人吗 他还给我打过签条呢 你忘了吗 我真的好像什么都不记得了 你们是不是认识我呀 能不能告诉我 我是谁呀 你 你是个骗子 骗子 骗子 你不信啊 不信你看 这是你给我打的签条 你害我丢了奖金 但我却救了你 还给你衣服穿 可是你却甩赖不付钱 连留下的电话都是假的 连留下的电话都是假的 你这有纸和笔吗 好 谢谢 好像真的是我写的 原来我叫童蒿啊 对 那我为什么会在这儿 是你晕倒在路边 是我们看见你 好心把你带回来了 谢谢你们 不客气 不客气 不用客气 不用客气 应该的应该的 那 那警察局在哪儿 你去警察局干什么 我去警察局我就知道我是谁了 不能去警察局 为什么 因为 你是个骗子 骗子 你去警察局 你不是自投罗网吗 自投罗网 自投罗网 我们是为了你好 为了你好 为了你好 说不定睡了一觉明天就 恢复记忆了 你 暂时就住在这儿吧 你的房间 晚安 咱点休息啊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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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点休息啊 晚安 晚安 干嘛呀 干嘛呀 老陈 你怎么就把他离开了 留下来了 不留他下来 难道让他去警察局啊 反正 他什么也想不起来了 去警察局 也不会把我们供出来 万一 他误以为我们逃离现场 把他带回家是为了毁尸灭迹 然后假装失忆 找机会逃走呢 妈 原来你的想象力好丰富 不可能吧 那这人演技也太好了吧 我们再观察观察啊 要是他真失忆 让他走好了 我们相坐好吗 难道你想吃牢饭啊 不想吃牢饭也得赔钱 你赔得起吗你 赔不起 睡觉 要路啊 吃药 一会儿啊 你还是上楼歇会儿吧 昨晚上一夜没睡 这样身体要吃不消的 有什么消息 我会马上通知你 怎么就寄号这么一个儿子 既如今他出事了 谁能安心睡觉 老爷 夫人 芸芸小姐 早饭做好了 要不你们先吃点东西吧 吃点东西吧